我們保險業的資金其實非常非常的多 到底出現什麼樣的問題 為什麼保險業資金就是沒有辦法導入公共建設呢 我們常年一直呼籲 受險資金應該大量的來投入我們的公共建設 結果受險業沒有啊 受險業這幾年叼咯噹到海外四處去投資 所以只要高利率高利率的他都去 那結果投入我們的公共建設 你看從2019年到2022年本來平均都還有300億喔 到2023年到去年 雪崩勢下滑受險業投資我們本國公共建設只剩下112億 其實今天報告點了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保險資金的運用不是錢投到哪裡就叫運用 他的年期跟他的收益率要跟他的負債保單要匹配 那這個部分先要確定這個標題有沒有辦法匹配 期限夠不夠長 第二個有沒有做努力 可是問題是現在這些工程的發包單位都是寧可用編預算 他們也有同意保險公司去投資 我跟委員報告 2016我當時就跟行政院建議 第三行站可不可以以保險公司去進行 紀元大體 紀元大體 頑寧 劉